宾州首长林冠英和宾州区域发展机构主席 纳都沙布丁因为买房风波 研制地段买卖问题 双方的战火持续蔓延 林冠英日前揭发 隶属中央的宾州区域发展机构 以低价出售危难的地段建卖土地 而今天林冠英再次将枪口对准了沙布丁 强调修复危难高原的地线问题 最多只需要大约500万令吉 因此该机构根本就没有必要 以修复地线的成本为由 低价出售土地 宾州区域发展机构主席沙布丁 在早前声称 危难高原拿督克拉玛路 1块8.6英亩的土地 基于需要千万令吉的费用 修复地线问题 因此该机构在考虑到成本效应 而决定以大约142万7千令吉的低价 出售有关地段 尽管如此林冠英今天率领众人 巡视相关土地后揭露 根据微省市政局工程师估计 修复地线问题只需要花上500万令吉 如于土地修复费并不高 因此林冠英对于 宾州区域发展机构 以亏损超过1500万令吉 来脱售地段的做法提出质疑 与此同时对于民政党在上星期只删住原1.1英亩的地段 在2010年的市值达4530万令吉一事 林冠英做出严厉薄斥 他解释州政府是根据估价局的850万令吉为准神 在公开招标后选择让最高价的1150万获标 林冠英反抢民政既然对估价局的估价有意见 那么就应该去向中央政府反映 NTV7综合报道